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非常接近的 柳区 锐化 四屏 相书化 渲染 杂色其他 这里面我们可能会用到一部分 讲一些关于常见的一些这个滤镜效果 结合案例去进行制作啊 因为有的效果是非常用的非常多的啊 像我们杂色对吧 杂色可以用来进行添加杂色 像人物摸皮之后表面比较模糊 可以进行添加杂色 锐化是指照片如果有点模糊的话 可以通过锐化来进行变得清晰啊 柳区它主要让这个图像进行一个变形 然后这个主要变模糊 然后风格化可能有些风吹的效果啊之类的 我们下面主要来看一下这个滤镜库啊 滤镜库里面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Fotshop软件 打开Fotshop软件 文件菜单打开素材 好 打开张素材来进行操作啊 我拖拽到新件上面来复制一个图层 复制图层之后 滤镜效果来看一下滤镜库对吧 自带的有很多这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啊 像这种叫招量边缘 一旦点确定之后 它效果跟我们刚才预览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有个边缘的轮廓线对吧 这个主要是一些特殊的效果 滤镜库 这里面我们都带着看一下啊 这种就是什么 层角的线条 这种适合做一种水墨的效果对吧 墨水轮廓 它用来表现水墨的啊 墨水轮廓 喷溅 会发现它的细节会损失很多 喷射描边 强化边缘 边缘被强化了对吧 深色线条 烟灰幕 然后这叫阴影线 这是画笔 它用来模拟画笔的效果 但这里面很扭曲 来表示玻璃的感觉 来看一下 这有没有像玻璃的感觉 非常厚的一个玻璃对吧 这一块是参数啊 可以对它间调整 玻璃的话扭曲度小一点 就可以吧 拼滑度 什么玻璃 磨玻璃对吧 拼滑度 可以来表现它的效果 然后海洋波纹 扩散亮光 下面素描效果 可以表现什么 半调图案对吧 变条纸 碳比 然后落黄间变 绘图比 石膏效果 水彩对吧 四边图章 碳金比 碳比 网状 影印 它这里面可以表现这么多效果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这里面还可以表现 硅律 缝对吧 颗粒对吧 买撒克拼贴 然后这叫什么 拼坠图 刚去减号 一张图像就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这个参数都可以去调整 放个小一点 很小就一幅画 放大之后就变成什么 大块像素进行表示 染色玻璃 纹理化 这个就相当于这张 画色在这个画布上的 可以用来表现什么 油画的效果 对吧 画布大小可以说饭啊 凸出来多少 画布强还弱对吧 都可以来表现它 还有艺术效果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效果 对吧 这个叫什么 蜡笔 底纹对吧 干画笔 这个也可以用来表现什么 水墨的效果 海报的边缘 海绵效果 涂抹工具 胶片颗粒对吧 木刻 黎红灯光 水彩 表现水彩的 水彩的话来看阴影强度 如果弱点的话就这样的 阴影太强了对吧 阴影强度弱了对吧 画笔细节 都可以表现的 温理还弱还强 不一样的对吧 塑料包装 调射刀 调射刀它就是也是用来画画的对吧 但是调射刀来看一下 也是控制这个细节的 水彩效果对吧 然后涂抹吧 有这么多效果 一旦点确定 它就变成了一个 用了效果之后的一个图片 变得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当然我们这地方来用一个叫半调图案效果来看一下 好吧 我复制一个文件好吧 滤金库来看一下 如果想要做哪个效果的话 呃 这地方 树苗里面叫半调图案来看一下 如果选了它之后 我这个图像就变成这样的效果了 它有个叫大小 有个大小 有个对比度 对比度来控制这个什么 形状的来看一下 可以对这个图像进行修改 对吧 小 对比度很强 通过它来进行控制它 大小 看一下 本来这样的 对吧 然后这地方叫圆形 网点 直线 可以表现多样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表现 多种多样的效果 如果圆形的话来看 表现清晰对吧 表现模糊 都可以去表现它 这地方选择跟我们这地方选择是一样的效果 对吧 OK 一旦你点确定之后 这个图形就变成这种效果了 半掉图案 一张图像就变成这样个状态了 对吧 从这上面来看 细节就没有了 这地方就看不出来了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红色 当然我可以给它进行什么 驱射 驱射 就变成了黑白的效果 你可以通过加强对比 图像调整 然后选择什么 色阶来看一下 OK 可以这样的表现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画面进行处理 处理成这种颗粒状的 一个小圆点 一个小圆点 那么这小圆点怎么样跟下面素材去进行结合呢 双击解锁对吧 双击解锁对吧 移上去 你可以用模式去进行结合啊 占片叠底对吧 叠加呀 来表现出另外一种图像效果 柔光对吧 柔光对吧 色相饱和度 就是通过它来简表现啊 如果选择色相饱和度的话来看 选择正常 色相 下面选择正常啊 上面选择颜色来看 这里面就这样去融合起来的 对吧 色相饱和度 叠加 这个主要是通过纹理跟它去结合 来表现多种多样的效果 当然如果我这地方我想表现一个叫 水彩的效果 我复制一个图层啊 复制一个图层出来 然后选择这里面选择什么 滤金库啊 再来表现水彩的效果 选择它 OK 点确定 这图像就处理成水彩的效果 对吧 再结合其他的效果 滤金库来看一下 画面描边 再加一些层角的线条 好吧 方向 长度短一点 OK 锐化对吧 这锐化起来一个加强对比的作用啊 点确定 那么这张图像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水彩的感觉 对吧 我们都可以对这种图片简直处理啊 得到一个想要的效果 好 这就是他自带的滤金库 大家可以做一些艺术效果的图像 好 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一讲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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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